今天十二月要在日本上映的切紅豬抄 布羅利電影版 之前有一個企劃方案就是 購買預售票可以得到 畫面上的這個 就是可以隨著溫度然後變顏色的 小公仔、悟空跟達爾這兩隻 帶裝的沒有紙殼包裝的 上面都清楚的寫到 熱跟冷都會有溫度不同的變化 電影版的服裝完全是新造型 上半身穿著的外套 的樣子 眼部的表情做的其實還不差 但真的奉勸大家不要再有日版的迷思 這隻當然一定是日版的 因為是限量發行 這邊眼睛的塗裝可以看到 下面 就是比左邊差了一些 外套上面 白色的塗裝部分也是 有所瑕疵 旁邊都一樣 外套上面有LOGO SAB 2018年 出品 得比最喜歡的達爾 達爾的臉部塗裝就 比悟空 感覺優了一點 整個 外套採用一種 墨綠色 算是還蠻新奇 一樣 左右兩側 白色塗裝部分 都是有瑕疵 服裝上面有LOGO跟悟空一樣 是SAB 基本上常溫的時候 是呈現超級賽亞人的型態 金色頭髮 那兩個人的金 似乎有點不太一樣 那上面是寫說遇到冷的時候就會變成藍色的 超賽神版本 我們現在就來試看看 直接加了一個冰水在裡面 那先拿悟空來示範 那先拿來試試看 金髮的時候 我放進去 我看到 瞬間 變成 SSGSS的版本 這邊還有一點不均勻的話 就這樣還蠻帥的 來拿達爾來試看看 也是一瞬間的事情 遇到冷 就是會變成 SSGSS吧 這邊還有一點不均勻的話 就可能它不再泡久一點 就整個 會變成深藍 那再來把它加熱 恢復成 超賽形態 吹風機在這裡 這次吹的時候 真的不要太靠太近 就有段距離的這樣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由於這兩隻是電影預售票的特別限量商品 所以Debit也不評分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 and Peace 拜拜 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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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